有些人爱到忘了新结果 落地一百注定 有些人永远在憧憬 却只差一步距离 目前的形式判断 郭台铭失误参选的可能性 再增加 如果一旦剩下这种情况 对国民党选举的杀赏力 是非常重大的 大家就是要他的钱 因为我们知道选举是没有钱的话 基本上很难选得下来 他的钱我刚刚也有提到过 他的钱到底可以换到多少选票 他现在也没有把握 他们今天没有谈政治 也不谈选举 我觉得他们是很有智慧的 哦 我要找到你 喊出你的名字 打开幸福的盒子 让我找到你就从哪一刻起 一开始一路走一辈子 我会议你 我会议你 咱们等我 感谢观看